今天來到中山 為何今天會來到中山呢? 因為我們三月的時候 就上來中山買了一層樓 為何那麼多地方不選 就是要選中山 無緣無故會走到中山買樓呢? 其實很久之前 蕭先生已經講解了 有的就是虎門大橋 虎門大橋 本來是要這樣走的 現在它又起了一條心中通道 就是在港珠澳大橋最底的 和最頂的虎門大橋中間 再起一條心中通道 深圳是2200萬人 東莞是6700萬人 這裏的3000萬人 是會使用這兩條路 就是虎門大橋和心中通道 因為這些就是 廣州和深圳人最常會用的 而且不僅是便宜也接近 那什麼人會用港珠澳大橋 就是只有香港人 或者珠海人回香港 只有這兩個怎樣對怎樣用 澳門只有55萬人 就是珠海只有百多萬人 一到中山 就已經不會再用港珠澳大橋 但是你知道 大陸的東西 講了天下無敵 做就真的做了出來才知道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 密切留意 但是就沒有動手 直到2016年年尾 我們終於看到新聞 它真的開始起了 那當然是馬上去看樓 就好啦 好 現在第一站 這裡是國土局 辦理這個住房證明 現在第二站 去交稅 今天呢 去這個中山的賣樓 過門手續就完成了 我們今早 七點半到馬頭 八點鐘上船 十點半才來到中山 接著一直搞手續 去了這個 國土局 去了稅局 去了銀行 再回國土局 差不多搞到兩點幾 接著之後 又搞到三點 三點鐘 我們搭巴士回香港 好像要鬥三個鐘 這次第一次試 其實這次已經是第四次上來中山 因為買樓這件事 第一次就是看樓 看完樓沒有買到 第二次就是下訂賣 第三次就是去銀行做貸款手續 今次第四次就上來過戶 還要上來一次 就是銀行批了這個 前面業主之後 我們還要上來一次做確認 總共搞了差不多三個月 要上來五次 才能買成這層樓 差不多 差不多 沒辦法 沒辦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